黃旗就補氣 但現在很多人向我提出一個問題 就說吃了黃旗就上火 口乾、口苦、發夢 甚至牙痛、眼痛 那麼吃黃旗又上火 我們怎樣吃 吃得既有補氣又不上火呢 我們教大家 第一個 我們黃旗可以跟蜂蜜結合一起 當你煲了黃旗水 放一匙羹的蜂蜜去加入黃旗水 這樣黃旗吃起來就不上火了 因為蜂蜜是甜的 甜可以緩解黃旗的升體 所以升體比較緩慢 就不容易升起我們的虛火 第二個就是黃旗水煲粥 或者黃旗水煲飯 黃旗水煲粥、黃旗水煲飯 是跟什麼配合不上火呢 實際上就是米 這個羹米和中衣是清熱除飯 健脾生瓶的 這個米可以抑制了黃旗的升體 和上火的現象 這個米在這裡 促進了黃旗的保而不躁 保而不上火 達到保氣健脾、養陰的作用 所以大家不妨用這種方法 養生保健、保而不上火 你們好 Barrone 小白 你們好 謝謝